时来运转给你有滋有味的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的美食栏目 时来运转 今天光临我们节目的每位来宾 是特级厨师李行吴老师 欢迎行吴老师 行吴老师 你看夏天喝汤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有难度 因为天气很热 再喝汤水会很感觉很燥热 是不是夏天应该减少喝汤水 其实夏天要喝一些汤水 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对这也是一个误区 因为夏天其实我们出汗更多 就要及时的补水 甚至在吃饭的时候 也可以多增加一道汤水的这样的菜肴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菜肴 就有很滋补的功效 而且很清甜 对不对 那我们先去看看需要什么原料 待会儿回来聊 肉汤虫草花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牛肉 五花肉 鸡脯肉 蛋清和虫草花 调料是盐和鸡汁 肉汤虫草花很滋补 很清甜的一道汤水 大家看到那个原料里面 我们今天用到的肉不止一种 对 熊老师这样的配搭是创意还是从哪里 哪里处于哪个菜系 这个配汤就是一个 就是让汤好喝 然后有营养 你就没想那么多 反正好喝 清甜适合夏天就行 对吧 好 那我们要来看看 这几样食材怎么样一个组合 才能让我们在家里面很轻松的做出来 那首先要处理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 就把这几样的肉给它切碎 做成肉粒 把那个鸡肉给它切碎 然后接下来呢 加一些牛肉 那牛肉可以用平常就是剩下的 比如说这个有的牛肉 拿去炒肉片啊 什么 然后剩下的有筋的 这种平常不好炒的 都可以取下来 这么好啊 对 就是有时候你买了一块鲤鸡肉 里面带点筋 你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有的朋友可能说 影响口感丢了吧 有点可惜 对 那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把它留下来 做肉汤的时候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对 然后接下来 加一些的这个五花肉 五花肉这一块够肥 对 带有一些脂肪 增加汤的这个香味吧 是啊 好 这个量反而比鸡脯肉 还有牛肉粒都要少一些 然后把它剁成一 如果家里有搅肉鸡的 在一块搅肉鸡里面搅一搅 那就快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肉馅剁好了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 肯定以为我们今天要包什么馅料吧 就从来没见过炖汤 会把肉切成这样的 对 之后这个加调味 那这个虾条味呢 这个首先呢 加这个鸡汁 然后呢 盐 好 鸡汁和盐 盐 对 加进去完以后呢 加一颗的这个蛋清 越来越来越像做馅料了 然后给它呢 搅拌 然后把这个肉的这个搅拌完以后呢 给它装在这个另外一个碗里面 拌均匀放另外一个碗 然后把它压一下 然后给它铺平这个 这个碗里面 好像肉泥蒸蛋 然后再磕几颗蛋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蒸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要加一些的这个油 嗯 要加入一点的 这个 很健康的金龙鱼深海鱼油 调和油 当中含有丰富的DHA和EPA 那当中要加多少油呢 我们来看看 那这个油的差不多 加那个 二十克左右 嗯 加油是为了 这个 这个汤汁的 更好喝 更润滑 这样子完以后 然后接下来呢 加水 好 然后准备了这个一锅的开水 要用开水 再加水